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們今天請來華信投顧鼎泰哥 鼎泰哥你好 怡婷你好 全國都能到 最近電子股族群非常的紅 除了被動圓禁 細晶圓請投資朋友也別忘了 我們還有MOSFI 投資人應該要怎麼做觀察 MOSFI這個名字 說起來就漏漏長 每次在演講的時候跟投資朋友講說 有一種所謂的 半導體的重要的晶片 叫做晶洋半廠電晶片 非常複雜 不錯了 講錯了 叫做晶洋半廠效應電晶片 投資朋友老師說 老師你說話說什麼 我說那就是MOSFI MOSFI大家就走了 為什麼這樣要提到Intel 投資朋友我們在股票上 有兩個很重要的觀念 你只要是Intel漲的話 你第一個直覺 Intel的股價待會我們給大家看 你第一個直覺 一定要馬上在你的內心裡面 Intel漲上來了 就好像我們說 蘋果漲上來了 一定有蘋鈣股 那你Intel漲上來 那這一兩年 在Intel的族群裡面 要做的是哪兩種 第一個叫做矽晶圓 矽晶圓 矽晶圓最近很強 但是我講到不要去追 因為矽晶圓你要注意日本的股票 因為矽晶圓牽動 亞洲市場上整個矽晶圓的概念股裡面 最主要是那兩種一個叫腎高 一個叫性樂化學 腎高大概是3436JP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講 你第一個念頭去看到矽晶圓 那矽晶圓你趕快去找 腎高跟性樂化學的股價 如果他們沒有漲 我們的股票先別動 事實上我覺得那個就有壓力了 不要再追了 對 不要再追了 那第二個 就是在Intel的第一個矽晶圓 第二個就是MOSFI 那MOSFI的話很簡單 你就注意美國股市那兩種 一個叫OEN 一個叫做 當然也有別的股票 那這個代表一個叫VSH 這是我們第一個上頭要講的 那我們先把第二個也講完 就是說 因為最近的你看今天旁邊上 這個被動元件還是很強 待會我們看到被動元件那些股票 在日本 因為被動元件就是日股 跟台股這些變化而已對不對 那其他的你還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韓國股市 那這兩個部分就是看日股 好我們先來看看Intel的股價 你看Intel是不是 事實上也是股價蠻強的 事實上也是蠻強 快要創新高了 Intel如果他過在 左邊那個綠色那一條線 長以上 黑線的話 那就是16年 就16年的新高 16年不是歷史新高 好你趕快來看一下 檔上來有沒有 這個在這檔 來在Intel下一檔 這個叫OEN 你看他也從低檔漲上來的 你不要誤會 我們國內的金銀行半場 MOSFIT也是像他這樣跌的 他已經先漲上 這個叫OEN 另外一檔股票來看一下 叫VSH他比較好 他距離左邊 你看左邊那個22.7 已經跨過高點了 這他不到一層 不到一層就過高點了 過的高點是歷史高點 你看他之前是這樣跌下來 我們趕快來看我們開股股市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太陽佑電 就是被動元件 沒錯 事實上他有點小頭部了 所以我說被動元件 大家不要追他也沒在創新高 就停在他們沒動 那我們再看下一檔 叫做春田製作所 事實上他 也不怎麼樣 如果你在 因為以後我們再把這個圖形 再縮小一點 他事實上是還好而已 但是也是在高檔層裡的 這我告訴大家講說 被動元件大家不要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腹底 你看 我們剛才看那個OEN有沒有 那個是不是股價這樣 一路拉下來有沒有 他一樣 這幾天漲上來 是不是有點像那個 我們說VSH那個做法 先拉上來 因為他 台北股市不難做 同志朋友 我跟武藏教股 不能在電上跟大家講說 這溫潭的 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金管會 會找我的毛病 但是我們慢半拍 人家漲上來好幾天 我們開始動 這樣不是很好嗎 再來看一下 尼克森 你看也是這兩個人動 不過這一波行情 突然間是落在副頂 副頂反而是去年漲最少的 副頂漲最少的 所以這個大家稍微留一下 好我們再來看看下一檔 那我還是強調 這個被動委員會出的話 你就要留意像這個平蓋股 加聯益是做軟板的 你看加聯益的股價漲上來 好我們再看下一檔 這個叫漢與伯德 我不知道我們導播 有沒有幫我準備那檔 韓國股市的KS的 找不到是不是 好沒關係 那韓國股市那檔股票 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說我必須跟大家講說 漢與伯德跟剛才的 再跳上一個叫加聯益 這兩檔股票是一樣 他們是做銅箔基板的 銅箔基板的 銅箔基板的 你說老師你現在講這個 跟MOSFI也沒有關係 第一個我們剛才的標題 你講過了 MOSFI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必須要從被動元件 這個資金抽出來 是 這樣懂意思嗎 那被動元件抽出來的話 因為現在已經小型股 已經在動了 譬如說6153的加聯益 你看他已經漲升上來了 是 那他是做銅箔基板的 我們再看下一個叫 叫漢與伯德這告訴我們說 同學你現在老金 你要現在記下來 被動元件最原始 最早漲的就是國具 跟什麼 跟華興科 沒錯 那他們的走勢一漲上來之後 接下來什麼 什麼密忘石 今天掌停板的2456的 麒麗芯整個都漲上來了 這樣懂意思嗎 對 那如果我們再把它繞回來 我們圖形再繞回來 漢與伯德漲上來 加聯益漲上來 那這個就有機會 帶動相關的銅箔基板 目前銅箔基板只漲這兩檔 你的內心裡面就有些股票 二三億商的華通 投資很喜歡做他的 對不對 還有他的Pi的族群 據西亞安有沒有 這個3645的 這些都有機會 我們再往前再往前看 達麥有沒有 達麥有沒有 達麥今天 我認為這整理完最後要動了 他的原因在這邊 因為達麥是就供應給 剛才加聯益 跟那個什麼 這個漢與伯有沒有 這兩檔的原料 你那個板子做出來有沒有 有原料來做這個板子 那個原料就是達麥供應的 這個叫聚西亞安 這樣懂意思嗎 我們再講到這裡 就是要讓大家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的重點 雖然在講MOSFI的 但是你有一個依據 你看到我們說 一個O-N 這個O-N這一個 跟VSH在漲上來 所以附頂這些都有機會 因為他們算是起漲而已 那如果你要做 這個當被動員的資金 開始撤出的時候 已經有領先指標 在什麼 在銅箔基板這一塊 所以你可以領域像達麥這種股票 或者接下來的銅箔基板 我想你如果有任何疑問 你可以參加我的LINE AT 好 謝謝鼎泰哥的分析 也別忘了加入我們 鼎泰哥的LINE AT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